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14年 汤姆斯威油博杯羽毛球世界团体锦标赛 今天进行的还是小组赛 今天已经到了小组赛的最后一天 也是这个赛事的赛程过半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 是今天在二号场地进行的 中国队和中华台北队进行的油博杯小组赛 中国队所在小组的最后一轮 现在进行的是双方的第一单打的对阵 中国队的李雪瑞对阵中华台北的戴姿颖 两个人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刚刚好交手过一次 当时是在四分之一决赛 结果李雪瑞战胜了戴姿颖 后来是在世锦赛上获得了亚军 在第一局的比赛 在李雪瑞21比16取得了胜利 两个人的交锋打得还是非常激烈 今天中国队派出了最强的阵容 来对阵中华台北队 中华台北队在之前的比赛里边 他们一胜一负 这个组的第二名的竞争还是有一定的悬念 就看今天中华台北队能不能暴老 当然这个概率确实不大 就是一样这种 两人争夺往前 还是李雪瑞占了上风 现在中国队所在的这个小组 中国队两战全胜 而且一场未丢 中华台北队和英格兰队 都是一胜一负 但是英格兰最后一场 是在旁边的场地 对阵俄罗斯 现在已经是1比0领先了 所以英格兰战胜俄罗斯的 可能性也是比较大 如果中华台北队这场比赛 输给中国队的话 那么在这个小组出现的 进入8强的队伍 将是中国队和英格兰队 这个球还是限制住了 战自颖的两个底线 造成他回球不到位 突然的去掉直线 滑板去掉直线 这个动作的一致性非常好 高远球发得很靠近底线 李雪瑞这球没有打准 李雪瑞还是在场上 利用他身高必长的优势 四方球把对方拉开 7 4 这个平抽对角线 打得戴自颖非常被动 球出了底线 在比赛当中呢 就是李雪瑞在速度上明显压住了对手 第一时间 再来 等你一次 Curtis 再来 各种 上连 下连 até 三 下连 前连 下连 下连 上连 下连 9-5 Service over 6-9 这个球戴自演的预判非常好 当李雪瑞要批掉的时候 他已经就差不多站在原地 等着这球过来 这一个揭发球的假动作 要用反手推调到对方的底线 现在这女单的比赛呢 她的发揭发争夺也非常激烈 11-6 11-6 李雪瑞领先到了第二局的间歇 戴自演是来自台北高雄的一个选手 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台湾省的冠军 也保持着台湾省的比赛当中最年轻的夺得全省冠军的这个记录 现在她也只有不到20岁 当然李雪瑞的年龄也不大 李雪瑞是来自重庆 比戴自颖大四岁 11-6 6. Play. Service over. 7. 11. 所以在限制,兩個人在限制對方兩底線的時候都得要注意. 8. 11. 雷雪瑞還是想用反手揭發球推調,他的這個球他是先是給對方一個放網的假動作,然後突然快速出手,調對方的兩底線。 今天在多範當中,戴姿穎的失誤明顯要多於雷雪瑞。 8. 8. Volt 13.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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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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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8. 8. 9. 8. 8. 是造成戴姿颖非常被动的一点 现在双方打成了16比9 前面有好几个球戴姿颖都在回对方底线的时候 球出界了 心理上也有点受影响 这个球没有回到位 探游杯的比赛在进行到小组赛最后一天的时候呢 应该说渐入佳境 在前几天的比赛 轻彩的对抗并不是较多 因为探游杯16支球队的比赛 小组赛阶段多数的赛事都是强弱分明 基本都是一边倒 但是在进行到今天的比赛当中有几场球 争夺小组第一就比较激烈了 像在男子的比赛当中今天下午 韩国队和马来西亚队打了五个小时多 从下午当地时间的下午14点开始比赛 打到完场的19点的时间 就是完场的比赛是19点开始 马来西亚队和韩国队还没有打完 最后马来西亚队是战胜了韩国队 获得了小组第一 这样呢在八场的对阵当中马来西亚队肯定可以避开中国队 但是韩国队就有可能在抽签的过程当中抽到中国队 现在是李雪瑞的场点 另外还有一场比赛是韩国女队和印度尼西亚女队在上午的比赛当中 也是一样也打了五个多小时压了后面的球 最后是韩国队4比1战胜了印尼队 韩国队获得了游博杯比赛当中的小组的第一 今天晚上的比赛除了中国队和中华台北这一场呢 在旁边的一号传递进行的是 汤姆斯杯日本队和丹麦队争夺小组第一的比赛 这场球其实也是非常的非常好看的一场球 因为实力水平很接近 而且也是高水平的对抗 这场球还是头点的批杀对角 这样李雪瑞21比12拿下了第二局比赛 他在今天的第一场球当中 2比0战胜了中华台北的戴茨颖 使中国队现在是1比0领先 Match won by China 2116-2112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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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